剛剛我們提到就是要把1234 就是B欄的資料把它帶到這邊來的話 當然我們想到有幾個函數 像第一個index 第二個其實就是index也可以 也許如果你會用index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試試看用index 其實概念差不多 只是一個是數字 一個是文字 數字文字 我覺得感覺有點像VBA裡面的Sales跟Range Range括弧裡面不是會給它一個文字嗎 感覺有點像 一樣是可以存取某個資料 把那個資料帶過來 有點像連過來的意思 首先我要解決第一個問題 也就是說如果用index的話 這個資料 第一個範圍是固定的 就是從B2到B33 這個固定 再來一個欄 Cowan的話 指的是哪一欄 因為這個範圍只有一欄 所以第一個參數跟第三個參數不會變 會變的話 就是哪一列 所謂的哪一列指的是這個 這個是第一列 這是第二列 應該是1到 底下應該32 OK 然後呢 我如果要把這個資料帶過來的話 其實呢 只要先產生這個列的位置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會需要 如果這個列呢 可以產生1、2、3、4 有沒有 那下一列的話 變5、6、7、8 再下一個就90、11、12 一直到最下面是32 所以如果我可以先產生一個表格 所以我先把這個取消掉 這個再把它抵立掉 我如果今天希望 可以產生一個數字 這邊是1的話 然後下一個是2 那首先你要想到 如果你希望能夠讓它產生哪一個 而且這個數字 是會自動產生的話 那可是你說老師那我怎麼做 總不可能我自己輸入吧 1、2、3、4 不對啊 這樣1、2、3、4要輸入 其實有點沒有效率 所以怎麼辦呢 如果你假設 你希望向右拉 自動幫你加1 1的話 這個時候呢 你可能要想到一個函數 叫Column Column 插入函數 找到查閱與參照 裡面有個叫Column函數 這個Column函數不名思義 Column就是藍 那什麼意思 哪一藍的意思 所以你按確定 他不要給任何的參數 直接按確定 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會找到的就是 你現在在哪一藍的數字 不是D 他一定是個數字 所以如果你向右拉的時候 他會變多少 變5、6、7、8 可是你說老師 可是我要1、2、3、4怎麼辦 那不就減3比較好 有沒有 減3 4減掉3 那不就1嗎 OK 然後向右拉的話 不就1、2、3、4了 但是你說向下拉的時候 是不是也是會 還是1、2、3、4 為什麼呢 因為Column不會管列 只會管藍 那你說老師 可是我希望 向右拉是1、2、3、4 向下拉的話 向下一列就幫我加4 有沒有 變5、6、7、8 再下一個變90、11、12 那這個有什麼規則呢 就是向下一列加4的1倍 再下一列4的2倍 再下一個4的3倍 所以固定都是4嘛 因為有4啦 那每下一列呢 就加4的1倍 2倍、3倍的話 這個時候呢 你可能要想到另外一個函數 什麼函數呢 就是RAW函數 所以你可以在旁邊 再插入一個函數 什麼函數 叫ROW ROW 有沒有 按確定 那你確定之後的話 向下填滿 你可以發現 它會自動幫你產生 它現在在哪一列 可是為什麼 我要直接在哪一個函數 在H3這邊輸入 因為如果當我第三列的時候怎麼樣 第三列就幫我加4的1倍 再下一個就4的2倍 所以我要怎麼樣可以剛好可以讓它加4的1倍 那很簡單嘛 我就直接把這個加多少 你可以看到這一列的話呢 因為它產生的是3 可是我要是1倍 1倍的話是1 所以你可以先把它減掉2 然後後面的話 記得要先把 如果減掉2之後呢 它得到多少 得到1 所以打勾一下 下一下填滿 所以這個地方就會產生要加4的幾倍 然後呢 4的幾倍要怎麼讓它產生呢 很簡單嘛 後面加一個乘號 乘上4不就好了 有沒有 打個勾 那這邊不就出現4的幾倍 4的1倍 4的2倍 4的3倍 那我就把這個數字呢 再跟這個值相加 那不就剛好產生它要的結果了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這個 那可是問題來了 那這個地方 那你可以把它往上填滿好了 往上填滿的話 你看 那如果 如果減掉的話 減掉2的話 不就0嗎 0的話就不加的意思 有沒有 所以我們得到一個公式 就是如果減掉2乘上4 所以我把這個公式補在哪裡 補在這個後面 加上什麼 要不要加上 RAW加上4的倍數 那就是我用RAW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 列嘛 小瓜糊 目前所在的列是第二列 所以我把它先減掉 減掉2 所以這一列呢 不用加4的倍數 然後呢 記得喔 前後再加上 像瓜糊 因為我要先減 然後在後面再乘上多少 乘上幾倍 4倍 OK 那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喔 如果要得到一個什麼 1到32的一個數字表格 打個勾看看 然後把它向右填滿 所以這一列 理論上還是1到4 下一列 下一個的話 其實到32就可以了 到這裡 OK 那你可以看到 數字表格就出現了 有沒有 然後呢 我們假設有這一個 Column 的一個公式 那我只要把這個Column 跟RAW的公式 放在Index裡面 那我就可以把 狀向的資料變成橫向了 應該可以知道意思吧 有沒有 OK 那接下來喔 不過這公式還蠻長的 你看它再把公式 再放到剛剛的Index裡面去 OK OK 所以這個 這個Stile有點複雜 所以記得喔 應該知道我剛剛做的 所以第一階段我是Column先減3 第二階段是 再加上這個 就是列 列決定要不要加上它的4的幾倍 所以RAW先減掉2 減掉2的話是 因為第二列的時候不需要 所以把它減掉2 不用加4的倍 那下一列的話 它就是加了4一倍 4兩倍 一次雷推 好 那如果這個做出來之後的話 接下來呢 我們就把它放到Index裡面去 資料就過來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利用Column跟RAW 取得我們要抓的它的列的位置 那這個資料的話 其實你們也可以參考雲端白板上面 我應該有把它放在那個第五個單元裡面的325開頭這邊 然後這個稍微說明一下 所以第一個 用Column跟RAW 這個還蠻常用到的 所以你不要說你在Excel這邊不會這兩個函數 不會這兩個函數真的很多事情還真的很難解決 那這兩個函數真的有點那種穿針引線的那個角色 以後反正呢 橫向的向右要加1你就想到Column 重向要加1那就想到RAW OK 其他的話我覺得好像 這個用的我覺得還蠻多的 當然你不會用 就是很多時候就實在沒辦法變出要的這個結果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 那剛剛的公式就在這邊 所以請各位先 在那個325人式芬蘭這個地方 先把Column跟RAW先做出來 第一個step 第二個step的話呢 我們再把他這個公式 跟Index做結合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邊的資料 裝到這邊來 試一下